我剛才重拉了一下 基本上應該是可以的啦 我把場景都先刪掉 剛才第一個這邊我們是在第1秒 第1秒這邊我們設一個區隔 這個區隔是 再回去從0開始播嘛 那我們回到主場景這邊來 主場景這邊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時間就像剛才講的 你時間必須要在進行中才會動 萬一如果你不希望讓他 進行的話我們可以做一件事情 其實在 我們現在這個地方是主場景 我把這個拉上來 這個是我們原本動畫 那假設我這個主場景在1秒的時候 然後呢我需要停止 好所以我們在這個1秒這邊的 去一個這邊 我們做一個 動作 那這個動作呢 他會讓時間軸保持 保持在進行中的狀態 只是他沒有播而已 這樣子呢你就可以去達到一個 就是時間是停止了 可是 你裡面的內容是一直反覆的播放的這個效果 好 所以你必須在主場景再配合一個 去一個的 這個才可以讓 讓時間軸保持在運作的模式中 所以你如果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你可以散開用這種方法